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 华山的暴力对决 观点方狮陀双龙共 女儿加华山寺的组合 对两方上的是一个女儿盘寺的双风 配合着狮陀林加什么林 一个传统的212 双方同样是看了一把风阵 没有真法克制 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谁能拿下 这场比赛打的也比较的刺激 双方来来回回 多次都会将对手团灭 但又绝处逢身 跌宕起伏 一波三折 确实比较精彩 有的时候看华山比赛就这样 就刺激 跟咱们平时看那些豪门PK 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或者是他的看点是不一样 大家看的习惯也不一样 就小伙伴们每天看视频习惯也不一样 有些小伙伴他就喜欢看豪门PK 就喜欢看那些顶尖指挥 斗星尔 你点杀我怎么防 我防好了以后怎么反点杀你 怎么去压尸体 他就喜欢看这些顶尖硬件的PK 有些人人家就喜欢看那种单纯的碾压 最好是五个法系 哼哈哈冲过去 把对面一顿群秒 秒飞了 看得解压 有些小伙伴就喜欢看这个 还有些喜欢看那种 类似于三无礼 兄弟他们那种的 就是暴力对冲 每一回合 都是那种拳拳倒肉 非常刺激的那种 所以大家按照自己的习惯去看 咱们 什么都做 什么都做 我是不怎么做单挑 不怎么做单挑 因为有很多小伙伴之前私信我 说小胖你做做单挑吧 我说有很多我们这些主播 专门做单挑的 比如说我炮哥 还有那个什么 小黑子 人家都是专业做单挑 咱就不跟人家抢生意了 咱们这五为五的做的也挺多了 也还坐不过来呢 在抢人家单挑的不太合适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对面掀起了一手九番青年 关家坊前排的高宫宝宝威力还是有点足的 秉住罗汉 这两个龙宫也能爆发出一个相对不错的数据 龙宫就需要这个样子 关家坊这边这个七也是第一时间直接把龙战鱼也顶在了头上 双方师驼的输出也都非常的高 对面这善恶 也有点威力的 一把三票飘一飘 关家坊女儿寸 现在是拿到的移速 双方对面是有盘丝的 回合数打的时间长的话 关家坊这边的速度影响会要更大一些 每回合会降低两点的速度 龙宫接着卷 九百八百实在不行 也起个龙战鱼 实在不行 也起个龙战鱼 双龙宫在这种暴力对决里 首先爆发 他肯定现在就这个版本而言 是没有神木跟魔王这么强的 但是他手长 手长的话 对于宝宝的那种压制性 就会体现出来 本身就是普通团队 他宝宝质量没有那么高 他不像豪门 宝宝质量太高了 你龙宫卷个两千 不痛不痒 就像他们宝哥那静台宝宝 一个静台一万多血 善恶呀 一万多血的善恶 你卷个两千 不痛不痒 没感觉 但是这种 普通团队之间的PK 宝宝质量没那么高 这个龙宫秒宝宝的效果 他就可以很快的体现出来 那就不一样 所以在现在在高端PK里 你很少能看见龙宫的 就这几个月吧 感觉 普通团队里边 这个龙宫的数量 还是慢多的 四千五 再压女儿村 对面现在没罗汉 但是我相信 应该是可以接触罗汉 双方给到对方的愤怒 都是比较充沛 伤害太高了 罗汉还是继续盖一盖 我就说嘛 观察风队长位这边 还是要尽快的把这个 龙战鱼也立起来 不然这么顶着罗汉 一秒的话 太亏了 太亏了 石头接着飞 爪印也是慢慢再跌 宝宝 先飞一个 开始了 开始这种循环式的宝宝 起飞模式 哎呦喂 这一下双神啊 可是把观察风 两个龙宫的节奏给打破了 不然的话 对张风下回合 要补三个宝宝 人物最起码就有三个不能出手 你要补这三个宝宝 那观察风又得到了一个 比较舒适的进攻环境 他是一个连带的 说宝宝神又有的时候 不单单是一个宝的问题 他后边连带的很多东西 连带的人物的操作 你可能 对面女儿能出手了 或者是磐丝能出手 人家疯中你一个 你还这边没出手 这么一来一回 连带的东西就多了 再来一手金鲸 哎呦有点疼 感觉观察风这边 有点招架不住 现在好在是有罗汉 哎呦观察黄宝宝不神 哎七龙山了 这个时候 沈木林 秒一手宝宝再飞一个 反而是观察风向的 进入了一个恶心循环 走了一手闪现 龙宫没问题 对面反笑礼 女儿中了落花成年 反笑礼一下 射身取役 赶紧救自己 石头这回合休息 观察风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盘斯再一控石头里 对面补个磨尽孩子 宝宝再神用 浩家花 下回合盘斯又被释放 盘斯又可以来控制一下 观察风这边的两个龙宫 其中的一个 你又扫描一次 空石头了 受不了了 看看对面有没有去保出手 对那方现在这是要件的时候 观察风这边疯狂的舍身举业 也看得出来观察风这边的压力 对面盘斯 来控一下观察风龙宫 那这样观察风龙宫 又少出手一次 那对面的四号位宝宝 看看能不能存活下去 罗汉继续干 对面石头也干了罗汉 那女儿村这手风印就白给了 四号位宝宝没保住 接着卷 两千 苗宝宝 有龙战 有仙力 顶着罗汉 苗宝宝能秒到一个两千多 那对面这个负担就稍微有些重 观察风这边再笑一笑 看看能不能控住对面两回合罗汉 你想百分之百控制住不太现实 能控那么一两回合 让观察风打一波爆发出去 那场上的局势 可能就会发生一个彻底的改变 五千色 对面石头放过罗汉 化身放过金青 神木一般是不带罗汉的 那观察风这边只要再笑一手 对面的盘斯 应该就差不多了 下手罗汉他就不太好接了 宝宝在神 风卷残余 哎呦喂 观察风也神一个 但是女儿村没得了 女儿村没了 对面孩子刚招出来没几回合 直接被尖掉 观察风开始有尸体单位了 笑离 尸体单位没愤怒 又被笑一下化身色 两个龙宫肯定没罗汉 又观察风罗汉这接不出来了呀 再控一手石头 观察风又团灭了又这波 下回合 石头飞过来 对面看看能不能碎月 强控一手观察风这边的化身色 不让他舍身取液 或者是火出这口血 女儿偷酒 献来一手金钦 闻闻局势 有疑速还是舒服的 无魂给了石头 先没管化身色 那化身色 也没去火血 怕对面控制 选择了人无魂 也是给对面的石头 防输处 但是不靠服火牙 这个运气 没有站在观察风 女儿村再次倒地 石头也没了 这石头扛不住一锤子了 哎呦出甲 扛下来了 还有一个神木呢 看看观察风 石头一直见不见你 哎呦 观察风石头 反而是中无魂了 这么一来一回 可就差的有点多了啊 对面罗汉没接出来 三千二 三千三 神木还真带罗汉了 哥哥 你这五个罗汉点 观察风能防得住呢 神木也带罗汉啊 确实见得不读啊 好家伙啊 这五个罗汉点 你就笑不中 你必须让人家 一直放罗汉 这个是真管不了 对面关键时刻 石头现在没变身 且做罗汉点往后拖一拖 观察风这边 龙龙也败罗汉了 好 算了啊 这 都是有钱人啊 特技配的是太全伙了啊 太全伙了 那肯定有就比没有好嘛 啊 这本身不是豪门PK 对于特技之间的搭配啥的 没有那么极致啊 就普通团队之间自己玩 对吧 有就肯定比没有好 牺牲自己别的一点东西啊 哎 我去带个罗汉 哎 可以 可以 每个档次的 啊 对标 他的要求不一样 再卷 哎 我感觉这个龙龙是越打伤害越高啊 有点疼啊 相似韩针再打一手 对面宝宝开始飞了 啊 对面帮继续盖罗汉 嗯 怎么局势在发生一些转变 我感觉对家方现在压力反而大了 五枪 这个尸陀现在是有点太凶猛了 嗯 对面宝宝在飞 欢家方这边青宝宝的效果啊 慢慢又出来了 前边对家方狂神佑 也没打出这个效果了 嗯 现在感觉效果又出来了 石头林倒地 哦 有三千多 幻虚迷 小虫刺 欢家方孩子生用 很关键 啊 再来一手舍身 回家方虫花生死 舍了好多次了啊 干净起起纸 现在对面有点顶着罗汉 也扛不住的意思了 对面神墓也厉害的 哎 也生一个 可以 赶紧捕一个魔镜孩子 咱们看一下这个魔镜孩子 能活多长时间吗 嗯 他是没有带罗汉 刚出来的宝宝 花生死 再来一手零元推 石头再飞飞 虚迷肯定是没了啊 对家方再来一手金青 大特技好多 关不了啊 愤怒实在给的太多了 墨镜飞起来 四千出甲 四千 八生四千 现在毫无防御可言了 舍得太多了 啊 关掉帮孩子再神一个 不光神了 还帮着石头扛了一下伤害 刚才这一斧子 劈过来是劈了 石头有六千多血 啊 这孩子如果没神 石头就没了呀 啊 你个天这下保护石头倒地 石头倒地 对面少承担一波伤害 啊 那情况就又不一样 大风卷 女儿没了 两个孩子差一丝血 关掉帮女儿还能站起来 继续去偷酒 搞一搞罗汉啊 搞一搞金青什么的啊 但是选择三漂 秒四千多 孩子飞掉 小李藏刀再给 关掉帮这边要 要崩啊 这是华生寺倒的情况 可就不一样了呀 啊 石头倒了无所谓 女儿倒了无所谓 但是华生寺倒了 那就有所谓了 这把智子三漂 飘中对面三个点 再秒 女儿吞倒地 华生寺还没死 华生寺带着163 华生寺没点了 好像情况 又不对了 又不对了 对面现在是一直没介绍 罗汉 关掉帮投人铁 直接换循迷 要跟对面拼命 拼一手 强控石头 不承担伤害 华生寺啊 关掉帮华生寺没了 对面方 趁着被封印 先做一手防守 拉起石头 接着飞 屋里心有速度 救世香 女儿也带有 关掉帮怎么全员 要着三的呀 再全 哎呦 队长方也是有几回合 没介绍了 这个行为是很危险的 继续 163 宝宝再飞两个 关长方现在宝宝也不全 对面也得补宝宝 关掉帮这边也得补宝宝 拉起石头 解开封印 场上有魔镜孩子 可以配速 哎 搞什么 魔镜孩子自动了 那石头这回合飞不出去 选择了无魂 哎 这你完全卡个五龙 完全可以飞出去 没必要无魂的 这就是一个配合上的问题了 就看对面 一手金青 有速度 再起火源伞 队长方开始做防守 拉起石头可以直接飞 加了一手提气 很提气 很提气 对面也是无魂给石头 双方都怕石头令 一万一 四千五 一刀一个 小朋友 哎哟哟 哇哟 这个伤害我让恐怖的 懂 开始贴保护 让 继续盖罗汉 看一下神木再秒一秒 龙宫也倒了 石驼也没了 有这比赛观战方这 无的了 这无了呀 孩子也飞 这一下可以 打宝宝是真疼 打宝宝是真的 有小花招 一手辞行 救起三个 主要是里边有化神色 观战方直接加金刚了 女儿村你不管一下 怎么好歹给活他一口呀 好歹一层的人心也能活个两千多三千血 神妖 神妖 观战方是全员带163了 思路我打开了 女儿再神用 163 163是真好用 163是真好用 宝贝也神用 人军超级神用 这是 强拉起 女儿 反控对面 盘斯 盘斯可以反手给观战方 人用手 落花成 空盘斯 可以保证 石头的一个出手 万九千二 观战方刚辞好完 又被打残了 宝贝在飞 对战方场上也缺宝宝 观战方这边也得补 换了须弥 对面也要扛不住 化成寺继续舍身去 观战方化成寺 现在没什么抗性 就不要提了 一点抗性也没了 对面盘斯 这手罗汉还是放出来 就差一口气了 罗汉给放出来了 这样死而无汉 真的是死而无汉 没分 真人军超级神用 盘斯 死而无汉 开了锁血 没锁住 法连了 直接飞两个 对面也倒两个 队长方向那一个宝宝也没了 赶紧换 三个残血 观战方还有高拱宝宝呢 这有点小刺激 虚迟 虚迟不耐扛 但是能扛一下 再来一个神不神 神了一个虚迷 对面就剩下一个神木了 好像观战方拿下了 这比赛有点小刺激 观战方那手 瓷杭做后手 确实是 现在瓷杭真好用 说你实话 你看他们的瓷杭 尤其是在一些普通PK里边 瓷杭的效果那就更明显 高端PK里边瓷杭比较少 但是有部分团队也在带 也在带 包括珍宝阁的女儿 他也是有瓷杭的 也是有瓷杭的 所以说 你不能说他没有用 只不过是缺位置 缺一个带瓷杭的位置 他们豪门特级带的太全了 太多了 有些 位置不太够用 怎么感觉 观战方现在也有危险 不过观战方华生寺还在 这是陈仲强 陈仲强还在 房子就不会塌 不过这华生寺 没什么抗性的华生寺 舍了八万次了 龙宫倒地 华生寺差一口又锁血了 拉起女儿 女儿又有词 哥哥你不是吧 人拉起石坨 观战方女儿也偷了不牢勺的酒了 可能手里 喝光了 可能喝光了 哎呀 剩下最后一个宝宝 拉起龙宫有鬼眼 舍身举一 华生又把自己舍了 嘿嘿嘿 这个华生 有意思啊 抗龙龟海 比赛 结束 拜拜